以年轻人而言 其实年轻人大部分不太有皮肤松弛的问题 那基本上也不会有眼检松弛的问题 所以内开式的眼带移位手术 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解决眼带的一个方式 因为它是内开式的 所以外面不会有任何的伤口 也就代表说你的外观的恢复会非常的快 而且你不会有眼检外翻的问题 精华美丽 グルル 你的美丽欠收编 实现美形趁现在 大家好 我是精华美医诊所的子谦医师 大家在放防疫架 所以眼睛都一直盯着电视或电脑 所以整个眼周部分的衰老一定又增加了不少 那甚至很多二三十岁的人 都会有这个眼带的困扰 所以今天子谦医师要来先跟大家说 眼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话 其实它会有眼轮杂基的覆盖 那同时有一个框格格膜 会hold住我们的脂肪 那随着我们年纪慢慢变大 或者是眼周比较疲劳的时候 我们的框格的力量就会变得比较弱 那这时候的眼带就会往压力大的地方突出 也就是会形成一个眼带 那当我们眼带很大的时候 其实下方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勾 那这个勾我们称为肋勾 所以眼带合并肋勾 就会给我们一个 肤卷 比较憔悴 比较衰老的感觉 我还听说有些人的是卧蚕很大 到底卧蚕跟眼带是要怎么分呢 其实卧蚕它是一个眼轮杂基肥厚的一个表现 尤其当我们笑起来的时候卧蚕它会特别的明显 那卧蚕其实是一个在紧贴着我们睫毛下方 大概3mm到5mm宽的一个组织 在卧蚕的下面才会是我们眼带的形成 很多人在看到自己眼带越来越凸的同时 也会发现自己的黑眼圈好像越来越深了 那到底黑眼圈跟眼带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其实黑眼圈的成因有很多 那第一个就是你有鼻子过敏的人 其实你的眼周的静脉的压力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的眼周的静脉会是比较一个扩张的状态 那因为我们眼周的皮肤其实是很薄的 所以当你的下面的静脉比较扩张的时候 你的眼周就会看起来黑黑青青的 也就会形成一个黑眼圈的一个感觉 那第二个是因为色素型的黑眼圈 就是说你可能眼下的一些皮肤的 角色代谢比较不好的关系 或是防晒都没有插到眼周的部分的关系 你会造成一些色素性的一个 沉着在我们这个黑眼圈的这个部分 那这种色素型其实是比较好解决 你可以透过擦一些美白的眼霜 或者是防晒以及做雷射可以改善 那还有一种就是 它是因为凹陷型而产生的一个黑眼圈 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当我们的光从头顶上照下来的时候 当你的眼带很大的时候 它的下方就会形成一个阴影 所以就会造成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就感觉像是黑眼圈 那这种凹陷型的黑眼圈其实是比较好解决的 就是说你把你的眼带拿掉之后 然后如果你的肋沟比较深 再补一些脂肪或者是玻尿酸 就可以解决这个凹陷型的黑眼圈的问题 以年轻人而言其实年轻人大部分不太有皮肤松弛的问题 那基本上也不会有眼检松弛的问题 所以内开式的眼带移胃手术 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一个最好的解决眼带的一个方式 因为它是内开式的 所以外面不会有任何的伤口 也就代表说你的外观的恢复会非常的快 而且你不会有眼检外翻的问题 那至于我们对于眼带脂肪的处理的问题 其实现在分成两大派 一大派会觉得说 这眼带多的脂肪就把它拿掉就好了 另外一派会觉得倾向保留这个脂肪 那指线医师其实比较倾向保留这个眼带的脂肪 因为这个眼带的脂肪 我们可以把它利用来填补在我们的内沟的部分 那有人会觉得说那内沟也可以用玻尿酸啊 或者是脂肪去补啊 有一定要用到眼带的脂肪吗 其实眼带的脂肪 因为我们把它下衣的时候 它是带着它自己的营养的血管的 所以这个脂肪是不会消失也不会死掉的 那如果说你是用补的脂肪的话 它其实有部分的存活然后部分会死掉 所以会有存活率的问题 那玻尿酸的话玻尿酸它就是大概一年多就会分解掉 而且其实打在内沟这部分的玻尿酸 指线医师看到非常多外面的医师打失败的案例 因为这个地方的皮肤很薄 所以你很容易打得太多或是太浅 就会形成一个像毛毛虫一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其实以合并眼带跟内沟的治疗的话 在没有皮肤松弛的情况下 指线医师觉得内开式的眼带以为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说在术后的一个月内 不要做剧烈运动 然后不要拿重物 那同时如果有抽烟的人也请你暂时的戒掉抽烟的习惯 因为香烟中的尼谷丁会让我们的血管收缩 那血管收缩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氧气或氧分的供应就会比较不足 那它也会延长伤口愈合的时间 那针对一些眼带的问题 除了会有泪沟以外 针对一些熟灵的客人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一些中脸部的一些老化的真相 那指线医师这边有一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右半脸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皮肤跟整个容貌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眼带的 那也没有泪沟的问题 然后苹果肌是烹润饱满的 然后法令纹也没有那么深 那当我们随着我们的年纪慢慢的变大的时候 其实我们除了眼周的老化造成眼带泪沟之外 其实我们的中脸部也面临一个老化的一个改变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夹钩会跑出来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苹果肌会是比较凹陷的状态 那而且我们的法令纹也会慢慢变身 那其实我跟客人咨询的时候 常常我在提到苹果肌补纸这一块的时候 大家都会很害怕说 我不要补苹果肌 我不要那样鼓鼓的感觉好可怕 你看电视上那个谁谁谁啊 他就是补了苹果肌以后超失败的 可是其实指线一直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的眼带解决了之后 当你的苹果肌还是凹陷的 你的夹钩还是很深 法令纹还是很深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达到回春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虽然你只是没有了眼带 但是你看起来还是老的还是憔悴的 所以指线医师会建议做眼带一味手术的同时 可以搭配一些让中脸回春的术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抽一些身上的脂肪 来补在这个内钩 夹钩 法令纹 苹果肌这个部分 其实你轻松的补一些脂肪 脸上不会有多余的伤口 你就可以轻松的达到一个中脸不回春的一个目的 针对上脸部的一些老化 之前指线医师有讲过关于前额拉体的影片 那当然在我们衰老的同时 我们的下脸部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那包括我们的下额线条会比较松弛 那我们下巴会有双下巴的产生 或是脖子的皮肤会比较松弛的情况 其实这些问题在初期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用电音波来做治疗跟改善 所以当你想要同时改善中脸跟下脸的时候 然后你就可以做内开式的眼带一味手术 加上苹果肌的补质 那同时你也可以用电音波来做拉提 达到一个下脸部线条的紧致的提升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帮我按赞订阅跟分享 那如果你对影片的内容有任何的疑问 或是你还希望指纤医师拍摄什么样的主题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 指纤医师都会一一回复哦 那我们下次见啰